功夫作为星爷个人风格最为明显的电影 可以说缔造了无法超约的经典 看过的观众更是赞不绝口 然而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曲折和传奇 电影中功夫元素都是借鉴金庸的武侠小说 因此在拍这部电影时 星爷和幕后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研究武侠小说 并努力将它们融入在影片里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星爷最终选用了降龙十八掌 蛤蟆弓 狮吼弓 绝技 太极拳 一系列经典功夫元素 而这也同样成为了影片一大卖点 武林秘籍轻松搞到手 但能驾驭这些功夫的演员却少之又少 比如片中的终极杀人王 火云邪神 施诚昆仑派 最擅长的是吸毒绝学 蛤蟆弓 起初星爷有意让有着腿王之伤的谭道良出演这个角色 要说到谭道良当红时期 然而当他找到梁小龙时 他已经不是当年气宇宣航的陈真 形象也跟原版的火云邪神搭不上边 因为在周星驰的预想中 火云邪神是一个超级英雄 身着正装 一派正气 但梁小龙净现沧桑 脸上挂着老像 最瞩目的就是头上的那顶假发 进入片场后 星爷问能不能把假发拿掉 看着头顶光秃秃的梁小龙 星爷瞬间有了新想法 大多数电影里的反派高手形象 如同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看多了难免会视觉疲劳 于是星爷这次要反其道而行 为火云邪神 营造强烈的反差感 随后 剧组就给梁小龙准备了 最简单的拖鞋 短裤 但由于星爷拍戏 基本上都是即兴发挥 而梁小龙又间隔20年没有拍戏 因此在剧组 他紧张到在走廊来回走了20多次 等到正式拍摄时 因为一句台词接连出错20多次 记得他也是直拍脑袋 还有和圆秋一起拍打戏 先是站不稳 后又记错招式 平凡的出错让他压力巨增 第一天拍戏紧张 再加上 哇 好多人望着我 有点怕丑的感觉 所以NG20次 虽然拍摄期间出现一些小插曲 好在 呈现的效果十分精彩 不夸张的说 火云邪神成了梁小龙 即陈真之后最鲜明的标签 正所谓高手隐藏于世 武侠小说里的顶级高手 往往都是一些不亲眼的扫地僧 就比如功夫中圆滑饰演的包租公 可谓将一个影子诠释的灵类尽致 外表是街坊小老头 走到路上连吃带拿 还经常调戏爆牙针 偷看人洗澡 可遇到老婆是立马服软 典型的有色心没色胆 然而当猪龙城寨居民 被斧斗邦欺负后 他又化身为爵士武功高手 练就一身出神入化的太极功夫 刚柔相近 一柔克刚 把天残地残打得连滚带爬 值得一提的是 这段打戏是袁和平接手功夫的第一场戏 当初在星爷提出 把情伤变成骷髅兵的设计时 袁和平完全欣赏不来 但导演说了 他只能照办 直到最后成品出来后 看到一群骷髅兵 风鸣而上 让观众有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约和平才被周星驰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折服 大战情报这段 也绝对是功夫动作中 最具代表的片段之一 不过对于袁华来说 拍摄功夫时 最让他头疼的 不是动作 碍事包租公 在澡堂头盔的戏份 六嬸 有没有咸修老套你洗澡啊 六嬸 无证无据你别念字啊 开拍前 周星驰并没有完整的剧本 只是对袁华说 这场戏 你自己构思 自行发挥 但袁华并不擅长做表情戏 因此拍了很多条 都没有通过 这时周星驰想出一个办法 让袁华再拍几条 综合表情变化 找出一个平衡点 既不要夸张 也不要太直白 试了几个了 第一个 和第二个 第三个 我之间的 于是在袁华的多次联系下 终于拍摄了一条 令所有人满意的镜头 而要说 周星驰为什么找袁华 出演包租公 这一切还是因为李小龙 很多人都知道 星驰是李小龙的忠实粉丝 此前 袁华又是他的替身 出演过很多李小龙的电影 所以交情特别的好 李小龙曾经还说过 要带着他到好莱坞发展 但随着李小龙的逝世 袁华的演艺之路 算是遇到了第一个门槛 之后的一段时间 袁华也出演了很多角色 但都是反面形象 让人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飞龙猛将》中的 画星舞 将一个阴险狡诈的反派角色 演绎的入目三分 还被观众称为 第一代西装暴徒 可虽如此 袁华依旧没有在影坛 站稳脚跟 直到遇见周星驰 认为袁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在功夫中 给他留了一个重要角色 而袁华也不负众望 凭借出色的演技 和扎实的功夫金属 塑造了一个 无法超越的经典角色 还获得了 第二十四届香港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奖 这个奖项 对于袁华来说 无疑是实至名归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